今天是腊疤 对于很多朋友来讲 今天的腊疤过得都像是节一样 那今天的咱们三位评委老师 这个腊疤是怎么过的呢 让我们掌声欢迎三位评委老师的道场 欢迎魏欣老师 欢迎武文老师 欢迎李军老师 一开始咱们先咨询一下我们的评委老师 咨询一下魏欣老师 这个腊疤它到底是有什么讲述 它怎么来的呢 这腊疤节其实在中国最早被称为腊日 在先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有各种祭祀的活动 但是真正我们说过腊疤节 像今天一样喝腊疤粥 那是从颂唐就开始了 然后也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 到今天我觉得咱们在腊疤 不光是喝腊疤粥 吃腊疤蒜各种美食 更重要的是腊疤是相当于年的开始 过年从什么开始呢 就从腊疤开始 是是是 而且这两天开始特别特别的冷 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快到了 魏欣老师从历史的角度 给大家讲了这个腊疤节的由来 我们接下来关于一个美食的问题 问问魏欣老师 这个腊疤蒜为什么它今天腌的 它就是绿的呢 这个 从这个方面来说吧 这个过年了 在过去也比较贫穷啊 你看现在吧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发展了 一年四季的所有的蔬菜 都能够吃得着 对不对 那个时候你吃不着这种反季节的蔬菜啊 你到冬天哪能吃到西红柿啊 哪能吃到那些黄瓜之类的东西 都吃不着 所以你到了过年期间 你想看到点绿色你都很难 于是我们这个富有智慧的先情人士 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冬天看到点绿色呢 就把大蒜泡醋里 泡着泡着就泡出绿色来了 吃个腊拔蒜就和到了春天一样 你知道吗 所以就有过年的气氛了 我是真 我喝多了我都不服墙 我就服你 吴老师 你怎么琢磨出来的 哪有一开始直播就上来问这种问题 你提前给我打个招呼也行啊 那我再问一下 问问李军老师 这个吃辣八蒜和舞蹈之间 才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 李老师 其实联系非常多 比如说吧 辣八蒜和主持人就有联系 你看看我们今天主持人手里 拿了个辣八蒜的主持人 大家感觉到了吗 真像 独头算 大号的辣八独头算 然后 其实就是喜庆呗 只要是过节 过节大家伙高兴 和我们这个 行行业业的老百姓在一块开心 比什么都重要 对对对对 今天借由辣八啊 我们聊了很多 这有点难为咱评委老师了 哪有这些原因呢 具体试试吧 您如果知道的话 一会根据这个微信的内容 给我们发过来 您要真知道 为什么辣八这一天 腌的蒜 它就是绿的 绿里边还发蓝 你跟我们交流一下 聊这些 实际上为了让咱现场的观众 更重要的是 让咱们今天的各位选手 放松一下 因为结束了昨天的比赛之后 第八季 我是大明星年度总决赛的 十四强已经全部产生了 而从今天开始 将会进入一个崭新的赛程 接下来各位的目标 就是进入到年度的十二强 十二强的规则非常的简单 请大家听好了 十二强 由我们的评委老师随机在十四位选手当中挑选 挑选两个人进行一一的PK PK过后 经过评委老师的投票 获胜的那一位将会进入到年度的十二强 而失利的那一位 放心 不会直接被淘汰 进入到的是一种带定的状态 再进行下一轮的比赛 所以 十二强的比赛 对于各位选手来讲 对手是谁 就非常的重要 今天的规则是这样的 我们十四强的照片将会出现在屏幕上 评委老师 根据对他们的印象以及认识 挑选两位进行PK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进入到十四强的都会有谁 我们的评委老师挑选的本轮第一组PK的又会是谁 三位评委老师看一下我们的屏幕上面 出现在屏幕上的这些照片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 选手来告诉我们第一轮PK的是谁 刚才我们光在讨讨论了腊八的事了 就忘了选手的事了 那个选手里头十四个选手我一眼就看到他了 我最喜欢的那位 尹忠华 我首先力推他第一个上场 打击高手李尹忠华 对对对 好 然后呢 他水平特别高 我让他第一个上的意思是 让他借这个一的名声 我希望他这一季能最后走到第一名 对 这是李军老师挑选了一位他喜欢的选手尹忠华 接下来吴老师您要挑选一位 按照尹忠华的水平 如果在以往的比赛当中 能够在杂技方面相给他相媲美的 真是凤毛麟角 极少极少 但是我们第八季武尔大明星 能人背出 高手背出 所以说这还真有能给他对抗的 其中就有一位我特别尊敬的选手 就是一直在国外多年巡演 进入过我们世界杂技的顶尖剧团 就是太阳马戏 在里边服役多年的我们的高手宋恩猛 好 所以平特老师选择的比赛队阵阵的两位选手 就是尹忠华宋恩猛 有请两位 三位老师好 大家好 刘伟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尹忠华 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山东 我是大明星的舞台上 这个所有跟着我们第八季大明星 一直看到现在的朋友 这两位一上场 几乎已经代表了第八季 我是大明星 砸技的最高水平了 这真是针尖对脉盲 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两位被评论老师抽到一起 我觉得理所应当的事 对吧 这个毕竟水平在这摆着 级别在这摆着 但是两位真正遇到有什么想跟对手说的 首先因为我练杂技的其实都感觉很亲的 因为从小经历都差不多 杂技本身就很苦 所以能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也很开心 其实我也有同感 然后我也关注了中华 他之前的比赛 然后也是一个不错的杂技演员 但是既然今天碰到了 咱哥俩得分出点胜负来 然后你说我这么多年周游世界 就让我来给你教一点 你没有学到的东西 我已经算一下 我也有20多年的舞台表演了 从8岁登台到现在也有20年了 等会儿看谁教谁吧 我给你们讲了 就这两位当年在舞台上的时候 你看他每一次特别的谦虚 只有遇到了他们真正在心里认为 称得上对手的同级别的人 才能激发他们的斗志 我们非常期待 看看你们的碰撞是什么样的 两位谁先来 我先来吧 中华先来 好 恩猛区做一下准备 好 首先为大家表演的是 尹中华 这是一位绝顶的杂技的高手 之前将自己的杂技做了一次升华的 就是做了一个道具 可能对于力量的杂技的演员来讲 这个道具可能司空见惯 它是一个原来的支撑杆 但是它做成了一个父亲的形象 并且配上了一首饱含深情的歌曲 所以那场比赛我们的三位评委 对于尹中华的表现非常非常的赞赏 今天让我们来看看尹中华 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表演 他要先调整一下自己的道具 因为这个手他要支撑上去 是让他可以撑在上面的 现在中华在怎么了 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刚过来 然后把道具重新修改了 想因为里面有一些部件 可能有一点点问题 刚才像演出之前 我已经调试差不多了 但是又感觉有点手臂有点 这个固定不住 有点固定不住了 我稍微修一下它 哎呦我天哪 那评伙老师要不让我们交换一下表演的顺序 没问题 没问题 交换一下 这个道具安全很重要 不光是道具节目 而且关键对演员也被造成伤害 对 就关键是你修道具的时间需要多长 如果是宋文猛表演完之后 你这还没修好 对啊 怎么办 没有修好的话 我只能临时改动作 重新 有有有 一边表演一边重新改 这是这种没想到的意外的情况 那那就让 因为我还是想把这个节目完整的 我编排的去表达出来 我当然也想让它能够更完整的 让你们能看到一个故事 好好好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好准备抓紧修 争取最快时间修好 好吗 来 麻烦我们的道具老师 快 这个意外的情况 可能不光对于 以中华来讲是一种突发的状况 会打乱他的表演计划 对于宋文猛来讲 同样如此 刚刚他已经认为 自己是第二个表演的 不知道现在突然上台 他的发挥能不能正常 来吧 临时的调整 看看这位国际的杂技高手 能不能够自如地应对 让我们有请宋恩蒙 今天为他助演的是他的爱人 有请两位 大家好 我是空竹里面长得最帅的 帅哥里面 空竹玩得最好的 我就是宋恩蒙 来自锦宁市文长县 南王镇一村 今年28岁 站在我身边的是我的老婆 也是我的老师 大家晚上好 我是他的师父 我叫潘顺南 来自静宁 恩蒙学空竹玩得这么好 进入了十几枪 实际上他练空竹 才仅仅四年的时间 就到了这样的程度 今天是第一次 作为一个完整的表演 两个人配合 是同一回是吧 第二次 第二次 好 我们很期待 看看你这个徒弟 别给你师父偷偷腿 好 期待你们表演吧 好 我们准备一下 好嘞 两位加油 两个人的空竹的配合 我们看看今天能够玩出 怎么样让我们惊叹的花样来 好 两位都已经准备好了 看来是一个情境的表演 每个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俩的对象 你不想说 我们感觉 好 准备 我们感觉 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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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觉 你感觉 我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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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评委老师点评 我觉得看他们的表演 已经不再是 被他们的技巧所征服 这个早就被征服了 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看得特别感动 这两个人的这种感情 通过这个空竹 就让我觉得就是两个人 可能当有一天 大家一起老了 再也抖不动空竹了 但是还能够曾经 为自己 为你们曾经 在一起抖空竹的日子感动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得 非常好 谢谢老师 我觉得在我们这一届 大明星的比赛当中 总决赛里边 有很多的恋人 给我们留下了 特别深刻的印象 像我们的芳华组合 还有我们的宋文猛 今天的夫妻两人 一起表演的 我觉得心里边可美了 第一次看到空竹两个人 这样默契的表演 因为之前我们总是看到 和炸了马飞似的那样的 那种表演方式 尤其是周天那样的 像丰富一样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种浪漫的 轻盈的 空灵的 流动的这样的表演的状态 我们极少预见 因为孙文猛的整体 原来给我们的表演状态 就是一个举重若轻的感觉 无论再难的动作 啪啪啪 几个连着的空翻 高难度的动作 但做完了之后 一脸的轻松 整个气场是很松弛的 今天两口在一起表演里边 有很多交接的东西 都很难度的东西 我们也没有见过的 但两个人表演的 也是那么轻松 这种轻松 一个是既高人胆大 多少年的历练 所造成的 第二个 两个人的眼界 所过天涯海角 所过世界各地 什么样的表演 什么样的场合 也都见过了 所以在今天 这种严酷的比赛 现场上之后 也能够做到气定 神闲 这真的是了不起 好样的非常棒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非常高的评价 在咱聊天之前 满足我个人的愿望 能不能再来几个动作 再让我们瞧瞧 看不够 可以 是吧 咱再开开眼 两位看看 什么样的配合 我们有一个动作 是我们自己创的 从来没有演过 然后 我们试一把 我也不敢说 成功率有多少 好 他给你配这个音乐做好 希望两位 不仅将爱情进行到底 将空主也进行到底 好 两位一个新动作 可能从来没有公演过 今天想在大明星的舞台上 尝试一下 没事 稍微低了一点 稍微低了一点 我第一个已经很惊艳了 再来一次 哇 漂亮 漂亮 眼花缭乱呢 眼花缭乱 目不暇情 是幸亏做了两天 我第一遍我都没看明白 不知道咋回事吧 还怎么就完了呢 哎呦太棒了 我天啊 你们最后那个庆祝动作呢 不完整啊 最后演完了之后 哎呀 真的是第一次演 第一次这个动作 然后之前来之前还想 要不要把这个动作加进来 由于半天 就是因为这个失误力太大 但是成功了 好 漂亮 这就不错了 这两口子 作为这个阶段 这么重要的比赛 能够同时把一个配合的节目 拿到这个舞台上来 说明他们心里有底 也说明了 他们是十足的 这个杂技的高手 才能够 能拿出这种现配合的节目 到这来 不容易 好 谢谢两位 今天两位是 今天两位是这个 一起 以二 第一 这个 我说第一 可能有点说早了 因为今天 尹中华 也有大招在 这个大招是什么 一会儿再告诉你们 咱们先掌声感谢一下 孙文猛和自己的爱人 给大家带来一段表演 谢谢 谢谢各位 很棒很棒 去休息一下 今天的表演 非常的完整 其实要给大家说一下 杂技啊 是有失误在里面的 一般来讲 一个动作三次之内完成 都叫做完成了这个 这个 这个动作 好 刚刚是 尹中华的道具 出了一点问题 现在 重新 修复了之后上台 怎么样 中华 差不多吧 我心里也 不敢保证百分百 我 我这是第一次 在比赛之前 触碰到尹中华的手 他现在手里 竟然是凉的 这种高手可能从来没有触及到 他心里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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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张的那种情绪 他现在手冰冰凉 可能刚刚道具出的问题 也会是一个意外的插曲 尤其是刚刚 孙文猛和自己的爱人 表演的那么漂亮 可能也会给他造成压力 我们来看看吧 这位 也是经历过世界上 各大舞台的 考验的 尹中华 今天 带给我们 怎样 惊艳的表演 掌声送给 尹中华 叹中华 热光 却染一头白发 岁月如此沧桑 却唯有牵挂不断 尹中华 父亲只盼孩子回家 一生浪迹天涯 却不忘家乡在远方 父亲的女生 父亲问我最近还好吗 工作太忙 别总打电话 你说家里都平安 愿在他乡无牵挂 我的老父啊 一生漂泊天涯彼此更两端 看一样的月光 你熟悉的目光 却将青春独自留给我一半 怎么还 四季灵魂冰雪被融化 华晨江水是你的表达 你的孩子已长大 眼泪却默默留下 我的老父啊 无数字的想起你说过的话 挑衅我的情况 青春不再倔强 你却转身让我独自去远方 我的老父啊 一生漂泊天涯彼此更两端 看一样的月光 你熟悉的目光 却将青春独自留给我一半 怎么办 怎么办 我应该能 gri付 我就在这 不管怎么能说 你不信心 Soul 神烨 我就是进阱 小阓 我在 Mariah 不如我 批评 我就是探索 Hashtag 感人 依然是用了一个父亲的形象 和一个与关父亲的音乐 好 中华先调整一下呼吸 来听一下我们评委老师点评 请 又看到中华了 特别喜欢这个选手 除了精湛的记忆 每个节目里面尽可能的 融合上更多的艺术的 创意的东西在里面 把很多美的艺术的享受 融入的节目里面 让我们看的时候 我有时候感觉 我没有感觉特别紧张 不像看有些的杂技啊 技巧类节目 太紧张了 太刺激了 我没有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欣赏角度来说 好像又上了一个层次 我在一个美轮美奂的环境 充满情感的环境里面 看到了一个在父亲的大手下 拖着成长起来的孩子 非常喜欢 很棒 一直以来 尹中华在我的心中 我认为就是一个 纯净到骨子里边 去的青年 永远在他身上看到的都是 干干净净 利利索索 漂漂亮亮 所有的表演都是完美的 没有任何瑕疵的 而且他的设计是极致的 这是一个特别要强 特别追求完美的 杂技演员 我觉得 所以是在舞台上 极有修养的一个演员 这是非常难得的 虽然我们是家族的学习 这样子杂技的 但是丝毫不逊色于一些大团体 专业的大团出来的演员 甚至很多的境界要在那些人之上 这是难能可贵的 所以今天受到道具的影响 我看中间有一点在调整的光当中的时候 面露蓝色的时候 我有一点点的心疼 心疼的感觉 就觉得这么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在道具的方面出现了这一点小瑕疵 就觉得哎呀 怎么会这样 怎么都很心疼你的感觉 不应该 但是这不是你的错 这种道具的运输等等 各个方面难免出现错误 但是即使这样 我觉得你已经借尽全力了 即使这样 你的表演让我们看上去 也是非常惊叹 非常了不起的 依然是那个纯粹到骨子里边 去追求完美的青年 谢谢 春花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节目的创意来自于什么 因为这个节目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因为它每一句歌词 我觉得都是在讲述我的故事 因为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从小我就跟随父亲四处漂泊 然后虽然我老家是河南的 但是我基本上长大 没有在老家待过 我也不知道我是属于哪个地方的 我一生都在漂泊 所以这首歌词里面每一句 都特别能够感动我 就像里面说的一句 青春已经不再倔强了 然后我已经马上快三十岁了 所以很有感触 而且父亲也离开了我了 实际上这是一种纪念 或者说是一种缅环 我们的老观众 应该对尹中华非常的熟悉 大家都说他们家生了一个葫芦娃 家里边七个兄弟姐妹 有五个是练杂技的 而且这五个孩子 没有一天进过专业的院团 甚至没有进过杂技学校 全是他的父亲 他们的父亲一个一个动作去教他们 才把这几个孩子一点一点的浇成器了 朱华你自己觉得 在这些所有的兄弟姐妹当中 谁的杂技水平 在你们这些兄弟姐妹当中 算是好的不错的 因为我们有五个练习杂技的 因为练习的都不太一样 所以很难去区分 如果非要 水玩火玩 对 如果非要说的话 当然我觉得我自己比他们要好一点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我问问你啊 你二姐水平在你们家算怎么样了 那个是我三姐 三姐 我二姐退役了 对 我三姐的话 她水平算是 除了我以外就她了 我们评论老师或者老观众 对尹中华的三姐很熟悉 尹苏丽 那个倔强的姑娘 哎呀 现在一想起来 我们都想起来 她那个很消瘦的脸上 满脸的那种坚定 那种倔强 一个动作完成不了 就算是你直播 也休想让我停下来 我必须得练 当年让我们很为难 我们来回顾一下 尹苏丽当年在这个舞台上 曾经留下的精彩的瞬间 快看 大家好 评委老师好 我叫尹苏丽 来自河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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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有点不敢像 把身体弯成一个不美的眼睛 真的 把身体弯成一个不美的眼睛 你会心疼的把握在身后 别被睡一段 差一点 好 哦 太棒 其实他做不好 他一天不吃饭 他要把它完成 他才很罢休 我中国的钢血要雨下了 他背后流了多少血 流了多少汗 挨了多少打 吃了多少苦 只有他自己知道 哇 哇 哇 这个腰太软了 你就是为杂技而生的 柔弱无骨 鲜弱磐石 倒立盲射 我觉得这三样 任何一样拿出来 都够惊艳的了 聪明女孩 而且又是有实力的女孩 一定能成 你的美丽 你的绝技 肯定能征服 一波又一波广大的 电视观众 说实话 这两年随着杂技演员 他们的技术在提高 可能看到了更多的 让我们惊讶的记忆 但是当年 我们丝毫没有掩饰住 在14年见到尹苏利的时候 我们那种惊为天人的那个表情 就跟吴老师刚刚张那个大嘴似的 哇 这么弹 只是因为下了个腰而已 后来知道 其实还有很多的杂技的高手 但是在当年 这个姑娘带给我们的惊讶太多了 让我们掌声有请 尹中华的三姐 那个美丽倔强的姑娘 尹苏利 哎呀呀呀 你看人家这个 你看人家这个上场 其他人们好尹苏利 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这次回来当然了 我是助阵我弟弟 我希望他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虽然我 之前被刷下去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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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不叫被刷下去了 那到最后觉得 就是我该休息一会儿了 自己 哎呀这个这个 刚刚看到那一段的时候 自己是不是也挺有感触的 14年到现在 三四年的时间了 呃 刚才就差点 没忍住感觉眼 眼睛有点 嗯 嗯 其实尹苏利也是 很多大型的舞台 都去上 但是至少在那一年 那几乎是整个一年的时间 她把时间都留在了 大明星的舞台上 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来讲 一年的时间很宝贵 那年应该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应该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挺美好的 我觉得很美好 给了我很多成长中的经验 嗯 然后就不断的努力 我相信一步会比一步走的远 是是 呃 苏利今天回来 角色变化了 她已经不是这个舞台上绝对的主角了 她是来帮自己的弟弟的 说说自己的弟弟 在你们家里这几个兄弟当中 关于杂技她是什么样的 呃 我弟弟在我们家 呃 给我的感觉就是 从小到大到至今为止 都不服输 做任何一个节目 她要求的细节 很完美 她需要 就哪怕是一个手势 一个点 觉得哪个方位最漂亮 能展示给观众的 她会去尽力去做 就每次她练功 都会拿手机录下来 录完以后就自己看自己的缺点 反反复复 我记得她在家最长的时候 七个月没有出大门 在家练功 咱们常都知道一个成语啊 叫大智若鱼 我的解释是什么 一个聪明人 愿意用非常笨的办法 去做一件 大家认为 好像进步不是那么大 重复性的一个工作 从而达到一种极致 这才叫大智若鱼 只有聪明人 才愿意下苦功夫 也愿意用笨的办法 其实大家都知道尹中华 看她的这些记忆 知道这个 这个孩子 不是孩子 也三十岁了 这个杂技演员 肯定是一个聪明人 七个月不出门 练就了一身的绝技 今天尹苏利 也重回回到舞台上了 这杰俩将会为大家连妹表演一个 我觉得非常期待的一个节目 是什么样的 有一段时间 让他们热热身广告之后 一起来欣赏一下 互动内容都说了什么 来 看一看 第一位朋友说 希望各位选手在冲进十二强的道路上 表演越来越精彩 有压力 也会有动力 一定要在舞台上展现给 询委和观众最强的实力 谢谢您的鼓励 来看看下一位朋友说的是什么 我是大明星 举办八季以来 竞选出了APP优秀的选手 深受大家的支持和敬佩 祝会台越来越好 谢谢您的自愿 也给您送去我们的心意 价值二百元的生活大礼包送给您 好 观众 三 二 一 停 好 恭喜以上的三位朋友 跟我们联系一下 价值二百元的生活大礼包 就是您的了 刚刚的广告时间段 这姐俩做了最后的热身 让我们来看看 重回舞台的当年 我是大明星的第五名尹苏丽 以及现在冲击十二强的弟弟尹中华 带给我们怎样的表演 两位准备好了吗 开始 哎呦 今天接着来给我们展示的这几个动作都是软弓 哇 如此瘦弱的尹苏丽 当年尹苏丽唱自己是铁腰啊 真是并不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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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先来说咱们找一位评论老师 吴老师 您可能对他们最了解了啊 说说这两位的表现给您的感受 我不知道更 为什么 我刚才在看他们表演的时候 一瞬间我的这个 非常非常的感动 这个眼眶都有点湿 因为这姐弟俩 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三年前 尹苏丽来到我们这个舞台 拿到了我们是第六季 第五季 第五季比赛的第五名 是吧 然后我到现在还记着尹苏丽 当时蒙上眼睛射箭 用脚射箭 然后几个气球 没有成功一开始 那个倔强的泪水 最后在我们所有人的惊恶的目光当中 一蹴而就 成功的那一瞬间的那种倔强 然后弟弟又来到这里 我觉得这一家人 都为我们这个舞台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还有你们那个大哥吞箭的那个 也是让我们敬为天人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坚持 你们对自己这份记忆的认可 你们对自己这份 应该说家族的这份尊严的认可 特别打动我们 我来到这儿 我就全力以赴 我来到这儿 我就让你看到 什么是最美的 最纯净的 最纯粹的表演 你们两个人都达到了 你们家里来过的人 也都达到了 这个舞台感谢你们 非常高的评价 好 感谢尹苏丽和尹中华 带给我们的这一段的表演 但是不要忘记 两位还身处在比赛当中 咱们请出 刚刚结束了表演的孙萌 和自己的爱人 今天都有主演的嘉宾啊 一个是姐姐 一个是妻子 这一组会经受评委老师的考验 在三位评委老师表明态度之后 胜出的进入年度十二强 另一位拿到的是待定的成绩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下面进入 古方红糖命运时刻 评委老师 请投票 两高手 两组高手 都真是最顶级的 今天的表演也非常非常惊艳 无论技术上还是表现上 都非常好 取舍有点困难 但是我可以毫不隐晦的 表达我的这个喜好 殷忠华 谢谢 一开始李军老师选择的殷忠华 然后我选择的苏文邦 那就先看这个来吧 继续我也选择苏文邦 把男主留给贝欣老师 一开始我就特别不希望 你们俩在一块儿PK 都是杂技里面的绝顶高手 李军华我觉得 从单打的路上 就是独孤求败的级别的 那么宋恩猛呢 今天跟爱人一块儿来 就是神雕侠日 而且还发明了一套新的剑法 这个双剑合并天下无敌 相对来说 其实今天 李军华的表演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呢 我们说如果是苛求杂技 每一次都能够有新的花样 有新的惊喜给我们 也是非常难的 额 李军华跟父亲的感情 我们都了解 然后他上一次 在我看到的也是这个表演 但是 基本上 没有特别超越上一次的那个地方 所以 当然这可能有点苛刻 但是我觉得 尹中华 即使是待定的话 也没有问题 将来还能够发挥出 自己的能力 希望在这舞台上还能看到你 所以 那么 这一票 祝贺 宋文猛成为十二张 恭喜 谢谢 谢谢 小鸣 第一个进入了年度的十二张 没关系 中华 就像伟琴老师说的一样 有责力 算是再定一下 没关系 好吗 好 谢谢中华 也谢谢书丽 今天回到我台上来 谢谢艾峰 因为我的亲自 很棒很棒 都可以去休息一下了 今天可以放松一下 这是一种高手的猩猩相喜 谢谢你们去休息一下 今天我们14强的选手 其实都在现场 他们都在我的左手边 在上场口的这个位置 在交集等待着评委老师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的屏幕上 会再次出现 剩余所有选手的照片 评委老师将指定 接下来PK的选手 评委老师请 这么多选手 你看各色都不一样 你看刚才 像说这个宋文本是红枣的话 李仲华就是莲子 今天呢 咱们为了把这腊八粥给炖好了 咱们需要不同的特点的选手 其实这么多选手都来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特别希望 有一个选手 他能够先比赛结束 不管是晋级还是待定 希望他能够先回去休息两天 因为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在这个舞台上 他给我们留下的感动 非常的多 这位选手就是刘涛 刘涛 好 所以 魏欣老师选择是刘涛 那接下来乃玉平老师来指定一下 刘涛的对手是谁 我觉得魏欣老师 直接把这样一个 非常能够打动我们人心的 这样的一个重量级的选手 先选择出来 也能够显示出我们魏欣老师 和我们这些评委老师 对于这位选手的重视 但是我觉得 要对对手最大的尊重 就是拿出更高的高手来 和他对抗 就是全力以赴 在我这看了看这名单里边 我觉得在我们这 我的心中 我当过兵的人 心中 我觉得有一个 很了不起的人 可以和他完全抗衡一下的 就是我们的李东凯 李东凯好 所以刘涛对李东凯 有请两位 先给大家问好 平文老师好 然后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山东找庄的刘涛 欢迎刘涛 东凯的 三位平文老师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两位都是特别好的歌手 但是呢 各具特色 把你们俩放一块 平文老师也是够狠心的 来吧你们哥俩 说两句吧 天哪 没想到因为 东凯哥还在下面 也教我唱歌呢 所以说 我最怕的就是他 是 的确李东凯的实力不容小觑 其实 每一次刘涛在舞台上的表现 我都非常的感动 因为他是一个 内心非常强大的人 在这个舞台上 我想 刘涛在这个方面 是我的榜样 但是 我今天是穿着这身军装 站在了舞台之上 我们部队流传着一句话 叫做退伍 不退色 吴文老师 我是这样想的 您看对吧 当兵的 从来就没有输过 我们还是那句话 叫招之期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吴老师 您这 这么给 东凯加油 谁给刘涛说两句 卫星老师 您来了 刘涛为什么 不怎么说话呢 这就叫 不战 而屈人之兵 这才是最高的高手 认你说什么 我窥然不动 行 那两位商量一下 谁先来 我先来吧 刘涛先来 好好好 那东凯先去做一下准备 好吧 首先为大家表演的是 刘涛 来 我们需要给刘涛准备一下 因为他每次都要自弹自唱 所以在现场直播的 这个情况之下 要给大家说一下抱歉 因为刘涛每一次准备的时间 可能会稍微长一些 但是对于电视机前 很多的观众朋友来讲 每次看刘涛的表演 一定会伴随着震撼 还有感动 在四岁的时候 因为意外出电 失去了双臂 从此之后 刘涛走上了一条 好像和普通人 不太一样的道路 但是他却比普通人 付出了更多 他学会了用脚弹琴 识了谱 然后现在能自己 自弹自唱 对于一个失去了 双臂的人来讲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会弹琴的 你知道在按那个品的时候 这个手指头分开 都很难 脚的这个 开合的角度会更小一些 所以对刘涛来讲 更难 我们来听一听 刘涛今天会带给我们 怎样的感动 刘涛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下面一首 一首老歌吧 《异动的心》送给大家 曾经为我的脚 是一张张的飘杆 试开和展开旅程 投入另外一个陌生 只要飘荡多少天 只要孤独多少年 终点又回到起点 到现在我才发觉 哦 如果你让我早已忘记 经过的时 你随风而去 你随五轻 提到你心 地情 一切 尖平 一分的我 儿子 世界 制作 以独 nan 和你相依 噢无 路过的人 我早已忘记 魔 神 你随风而去 雨 一道一心 一静静靠一静 疲惫的我 是否有缘和你相依 疲惫的我 是否有缘和你相依 好 谢谢刘涛 不着急 你慢慢地整理一下 咱们听一下评委老师的点评 请 他这歌选的吧 他说是老歌 但是你今天选的特别好 因为台上撒评委 撒老男人 都熟悉这歌 全都跟着一起唱 余老师 我很年轻 我说你的学生 你这个嫩妆子 你看看头上的白头发 微信老师 其实真的我们三个都很感动 一下就让我们回忆很多 一首歌打动了我们 而且我来了几次 刘涛每次的歌曲都不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选手 经常会重复他最拿手的几首歌 其实真的准备的很充分的 可能一个人也就得几首 但你能每一次都选择一首 我们没有听到的 没有听过的 这是你的勇气 也是你特别值得让人尊重的一点 比赛不是仅仅为了结果 为了锻炼自己 为了提升自己 加油 好让刘涛 谢谢李平老师 谢谢 谢谢 刘涛从一开始到这舞台上的时候 那时候就每次看刘涛都特别感动 现在呢 我觉得我不那么感动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看刘涛表演很轻松 我觉得他现在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轻松 也能让我们感到有一种 这种心灵的松弛感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非常感谢刘涛带着我们在这个 《我是大明星》第八季这个舞台上 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美好的记忆 我希望这个记忆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继续向前 好 谢谢文鑫老师 谢谢 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刘涛的时候都会惊讶 这个小伙子竟然会弹着琴唱歌 而且呢他虽然是咱早庄的小伙子 但是现在并不是在早庄工作 是在广州 是哪年去的 我是09年的时候 年底 然后因为家里太冷嘛 然后就在网上认识一个朋友 他是广州那边的嘛 然后说你可以来广州尝试一下 然后广州这边也特别暖和 我二话也没想 因为年轻嘛才不到25岁 想在家一直待着也不行 所以直接就奔过去了 你胆也够大的 对 我自己当时 我现在想想都后怕 我生怕自己在那照顾不好 自己咋办呀 是 是 出去了之后 父母经常会肯定跟你通话 他们最常说的是什么 其实我父母 因为他们那时候 也不是很支持我去 因为 但是男人嘛 你不能老在家待着靠父母嘛 我说我去闯荡一下 我去试试嘛 没事 然后那时候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 然后问我 怎么样 回来吗 我说不回去 我这才刚来 我怎么可能回去呢 而且 基本上 每天打电话 我如果说 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也不方便嘛 有时候就没接电话 就在外边的时候就没接 等我晚上一回 哇塞 那个电话那么多 然后就赶紧给他回过去 所以说必须 没接到电话 就必须要回 给他回过去 给我父母回过去 是 是得让家里人放心 尤其是爸妈给孩子打电话 接不通 这是最挠心的时候 对对对 这段时间通过比赛 或者说回到家乡来这种体验 有回来的打算吗 其实我来五十大明星 也就算是想回家乡的第一步 因为 总说你在外漂泊 那种离开家的感觉 还是特别的 思念自己的家乡嘛 特想回来 因为 自己你想想也是三十多了 然后不可能总 始终在外边漂泊嘛 他就特想回自己家乡来发展 哎呀 刘挑就是个实在孩子 你要是每一次比赛 多说几句 全省至少有几百万人知道 你比如说我马上要回早庄了 我要开一个吉他什么什么行 我可以给大家教教课 这不是顺嘴说的事吗 没事你以后说 说我们不收广告费 好 希望刘涛咱那个 在外边漂泊这么多年的 咱们的老乡 咱们的早庄的孩子 能够回到家乡来 在父母身边 他们也放心 他们做什么工作 我父母是开了一个小餐馆 然后卖水饺 然后卖早餐 就是 但是挺辛苦的 因为每天早上 凌晨三点多要起来 然后 弄馅 然后包粥 然后弄 弄做好早餐的东西 一直忙到夜里十一二点再去休息 然后 一天也就休息三十个小时吧 做餐饮这行累 做早餐的最累了 对 咱们听听 刘涛的父亲是怎么说的吧 哎 他穷小包 你看 挺小的 就是 顽皮点 就是 在我们家中都是很像的 就是 头生 头生 大儿子嘛 会走 也会跑了 那个时候太 就是太 太太残了 你想能这样啊 我现在垫大一下那种厉害吧 那时候就想了 这孩子长大怎么办 他就是练这个太刺苦了 他就是练这个太刺苦了 这个脚他 你看这个手就是 平时的还就不行 他那个脚 我当时看那个练 那真是 都贪 那个脚子都贪重 贪轻 那完整 我觉得练了得接近两年吧 还能探出去的时候 完整就去了 他就是有苦力 他不 我问他也不跟 他不说 他说挺好 都挺好 穷人也不说过 那你在外边肯定 对吧 你不要说他长人 和咱这个正常人 又是出去 和遇住有难的时候 何况他 他嘛 但是这孩子穷人也没说过 天地又花下我和你 他现在 那就 又走到这步 我那很高兴了 我们 不光我 就我们这个整个家里 包括我的同事 我的单位 都很高兴 我发现 孩子吃苦了 就是有出息嘛 就是方便 就是给我们腾州人也 给我们早上人也 或者给曾光的意思 柳涛 你那上这个大美兴 我爸爸给妈妈心里 这个很高兴 爸爸为你加油 我为你这个感到自豪 你一定要争取更大的努力 爸爸在这为你加油了 爸爸说的真好 他现在觉得自豪 回来吧 虽然那边气候好 咱没有让人暖和 但是你回到家乡来 咱家里人给你的这种温暖 心里的温暖 比那边还热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就特想回来吧 刚刚看见爸爸说了这么多 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我父母 然后因为我从小自身这个情况 他们 就说 吃的苦受的累 应该 比普通人都要多 因为如果我没出现这个情况 或者如果他们也可以过普通人的生活 那肯定也不会那么辛苦 我就想 现在 做了小餐馆 然后每天 只睡三四个小时 也都是为了我 然后也都是 能让我以后有个 就是 能给我一个好的家庭环境 让我以后可能 因为我有孩子 有老婆 让我以后也能过得更好 但是 现在想想我 现在也 只要是 通过我自己努力 等我能有出息了 我一定要 反过来 让他们想想清楚 让他们来 让我来给他们 晚年更美好的生活 对 去照顾他们 对 去保护他们 好 刚刚 刘涛的父亲 在视频当中 给了儿子很多的鼓励 觉得那些说的不够 一定要到现场来 给孩子加加油 有请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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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说两句是不是 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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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得近一点 感谢大家 这么多人 支持我的孩子 我 我教一个素性呢 有些可能教的还不够 孩子吃这么多苦 我从内心感到有愧疚 他出这个事 确实对我一个教素性呢 是我一终生的愧疚 孩子在我们手下 为什么能造成这么大的烂 我这一辈子当中 我就抹不去我这个阴影 但是孩子呢 现在能上这个 大明星这个舞台 我感觉了 我特特高兴 哎呀 我这个心里 包括我家里 我的单位 我的这个 这各方面的同事 都很多人打电话问我 哎呀 孩子 终究或者吃这么多苦 有出息 我说是 他走了第一步嘛 下一步我 我争取他呢 更浓烈 更好好的这个 实现他的梦想 我呢 是全力的支持 我教一个素性 我是全力支持我这个孩子 哎呀 真是 感谢大家 谢谢评委 好 刘涛的父亲 也是个客气人 说的都是感谢大家的话 其实 刘涛能取得现在的成绩 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 是他打动了我们 好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 刘涛的歌声 以及他的故事 相信会感动很多的人 但是要提醒刘涛 现在是进12强的时候了 现在你的对手都很强大 尤其是你刚刚被评委老师指定的那个对手 李东凯 我觉得这个对手真的够强大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每次评委老师都不给他多聊 唱完之后一个人一个灯 一直把他保送到14强 今天这位强大的对手表现怎么样 你好好琢磨琢磨 节目当中来要给大家说一个消息 就是山东明珠红幕中年庆活动截止至1月30号 凡是在此期间购买明珠红幕六大套餐任意一款 均可货送价值万元的红幕茶桌一套 消费满10万以上的价值36800元的四位子坛茶桌六件套免费搬回家 记址和电话已经在屏幕的线要方了 如果有喜欢红幕家具的朋友 可以去联系一下 好 节目进行到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对于今天的比赛都有什么想说的 来看看微信的内容 来看看第一位朋友说 第八季我是大明星14强选手 你们实力超强 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好好发挥 朝着梦想又进了一步 我们家人支持你们加油 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看看第二位朋友 我是大明星 我们已经进行到白刃化的竞技状态 高手对决 精彩无限 很难取舍 这节目越慢越好 谢谢大家的鼓励 要给大家送奖了 说不好意思 嗓子这两天联系录制有点痒 好 这个大家都在包款 来三位朋友获奖准备 三二一 请 好 恭喜以上的三位朋友 跟我们联系一下 价值200元的生活大礼包就是您的了 刚刚为大家表演的是刘涛 接下来步入景之梦想通道的就是粉轮 他的对手 让我们有请李东凯 请知景阳春 山东经济神 大家好 我是退伍军人李东凯 第八季我是大明星 十二强 我 来了 三位朋友老师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山东为方的退伍军人 我叫李东凯 今年三十一岁 接下来要为大家演唱的歌曲是 《红红的太阳》 升起来 《红红的太阳》升起来了 全新隔的中座 unprecedented 都是那大地 阳堂堂 也 我anguardable 我 honors 唱之歌 高山大河也 一喜唱 太阳一堆大地哟 情深一场马羊儿一孩哟 洒下那个阳光哟 献上所有一儿哟 自愿随也哟 延迟未来哟 四季默默哟 勇回锦绣 一儿牙儿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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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回锦绣 四季默默 勇回锦绣 勇回锦绣 空里太阳升起了爱楼 Mol witch 少盛那大地 多安阳阳美 我追太阳路唱飼歌 幸福生火也 好 谢谢李东凯 咱们听一下平老师建平 请 我这个有两天没来 我发现咱们那个 原来和李东凯PK的那个 那个号称第一男高一的 标哥 他这个没在十四强里边 他都没赶上我 送他一程就走了 我那天没在 他就是淘汰 对 那个你能记着 他自己形容 他自己嗓音那些词吗 金字般的嗓音 金字般的嗓音 烈火一般的激情 烈火一般的激情 后边咱就不说了 金字一般的嗓音 烈火一样的激情 这就是我送给李东凯的 今天晚的评价 哎呀 好啊 谢谢老师 终于找到本主了 其实从唱上 我觉得不管是技巧啊 节奏还是细节 现在包括处理歌曲的层次 东凯都是非常完美 但是我想给您提点建议呢 就是如果是我们 一直这样唱的话 很容易就是滑丝了 就是我们要唱这首歌 就每唱这首歌的时候 都像是第一次唱这首歌一样 每一次站在舞台上 都能像第一次站在舞台上 能带一点紧张感 找到那种感觉 我觉得可能能把歌唱得 更有味道 更有神韵 就是现在我们都非常的熟 都没有问题 如果是能够再进步一点的话 我觉得你刚才可以体会一下 我说的这段话 谢谢你 谢谢老师 东凯是一名军人 当了多少年兵啊 我当了两年兵 两年兵 当的是文艺兵 对 文艺兵 给大家说一说 你看这个武文老师 这肯定是这个 不是老班长了 老首长了 是不是啊 这个给大家说一说 你们文艺兵和普通的战士 它是有什么不一样 说到战士 我们 简单军区 武文老师 曾经参演过 2008年的英雄战士 主演 是我的偶像 但是 我们文艺兵的战场 就在舞台之上 跟普通的战士 可能不一样的是 他们有炮火硝烟 我们有掌声雷动 我们的战场 在舞台上 其实是严阵以待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错误 这是一名文艺兵的感受 这段时间 有一部电影在热映 叫芳华 讲的就是文艺兵的故事 年代不一样 有看到那个电影的时候 看过吗 有没有引起来自己 很多很多的感情在里面 芳华我看了一次 还想再去看第二次 就是 会有很多的亲切感 对 虽然年代不同 但是讲述的那种感情 可能是一样 其实情感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的内务要比他们好一些 你没有找时间 也回到当年所待的连队 再去看一看那些战友们 给他们续一续战友情 找找当时那个感觉 我特别想回去 但是 我们山东省军区 战士演出队 在去年 就归剑了 前两天 节目组 我的导演 带着我一起 回去了一趟 没有当年那个样子 但是我的心 一直属于那 我们当时 一根杂草都没有 每到了秋天 落叶子的时候 我跟我的战友 就一起到草丛里边 去捡叶子 我们的内务整理的 横平树枝 白色的床单 一点皱都没有 但是现在 我的老部队 已经没有那个样子了 他一直在我的心里 我问老师 你懂我吗 我相信你懂 没错 这是我们新时期 军队建设的 必然的一步 这是为了让我们更强大 这是为了让我们 更加能够走出 我们自己的特色 所以这些记忆 在我们的心中 永远都不会泯灭 还会孕育成 更美好的东西 加油 东凯讲得 非常的动情 相信这种感情 是根植于他的心里面的 所讲的每一句 都是他的震惊实感 我们也记录了 东凯回到自己 曾经连对的情景 一起来看看 我退了舞之后 我很长一段时间 我的手机铃声 都是起床号 我就是一听到那个动静 我就眼泪就哗哗地往下躺 这是你们演出汇报的 主要的地点是吧 对 我们当时文艺兵考试 就在这个地方 一看到这个礼堂 首先想到的画面是什么 在这个礼堂里 流血流汗不流泪 谈恋 对 哎呀 东凯回你们多少年没见了 都有多少年了 有几十年了 将近十年了 是吧 将近十年没见了 那还一眼认出来了 谁出来了 哪还能认不出来 老鼠认 老鼠认 他这么有信心 对啊 哎呦 我的天呐 不行了 勇气还行 他那时候是不是都能过去啊 年轻的时候过这些都不在话下 都没问题 但是现在 哈哈哈哈 减肥 怀念嘛 怀念 怀念 在这个楼前急过河 站过岗 罚过站 但是最多的 还是在这个地方唱歌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相守歌 绿四俊英绿四俊英教会我 唱的山遥不提也多 唱的花开水欢乐 你这演出都是什么时候解散的 去年吧 啊 去年 夏天的时候 嗯 很多战友都过来 参加了这个规见仪式 我没打过来 我还怕我会哭 这绝对哭不去了 这是假 哎呀 李隆凯刚刚 对着那个空旷的操场 在唱歌的时候啊 我相信那个画面 不光是李隆凯 会有很深的感受啊 吴老师应该有吧 那里您也很熟悉 那个礼堂 我去给他们排练过 之前很多次就到那个礼堂 去给排练过 他们这支宣传队 他们这支宣传队 在我们军区 当年是 又红又专 而且 技术水平非常高的 一支队伍 山东这个地儿 是他们这个队伍的 宣传队水平最高 河南还有 我们建筑区 河南还有一支 部队的宣传队 也是非常厉害 每当我们团里边 前文工团在排演大型话剧 或者是一些大型演出的时候 都会把他们宣传队的 全体人员 调到我们这里来 一起和我们共同演出 所以我对他们 那个宣传队 非常非常的熟悉 从他们那个队伍里 走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人才 包括他们原来的队长 现在就是我们 今年的春晚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合晚会 文字类的所有的统筹 李文旭就是他们原来队的 那个队长 所以那个宣传队 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一支队伍 所以那里边诞生的每一个兵 都是好样的 还有我们 那个我们上一期 那个小伙叫啥来 他的战友 我这脑子一下子突然间 李毛达 对对对 李毛达 也是他们宣传队出来的 好样 你一说起部队的历史来 他所在的这个宣传队 东凯有点气不成声了 可能当过兵的人 理解这种心情 尤其是回去之后 所有的战友不在了 甚至那个场地也不再是 部队所用的一个地方了 心里这种感受 能理解 东凯调整一下情绪 好吗 这毕竟还在比赛当中 把所有对于部队的感情 都用在这个舞台上 让自己更有力量 好不好 好 感谢东凯刚刚的演唱 请出这一轮 东凯的对手刘涛 两位都要站在舞台上 接受我们评委老师的评判 因为接下来 评委老师将会投票 到底谁能够进入到 年度的12强 谁又会获得待定的成绩 让我们评委老师 也思考一下 广告之后来看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评委老师将会做出选择 谁进入12强 谁又会待定 下面进入股方护堂命运时刻 评委老师请投票 幸亏刚才插了一段广告 要不然的话 还在这个东凯的情绪里边 我觉得特别难以选择 其实咱们东凯不管是在哪儿 人生在哪个地方 有舞台的地方 都有我们的方华 这个珍惜就可以了 那么刘涛呢 我觉得你刚才说 到广东的原因 是因为觉得那儿热 那儿温暖 那个花城 广州 来到咱们全城 来到自己的家乡 山东 我相信 你应该能够感觉到我们的 《我是大明星》的观众 包括评委的这种温暖 对 今天我要把这种温暖 留给你 谢谢卫星老师 谢谢 有些东西是浸透到骨子里边的 像基因一样的东西了 是无法改变的 比如说军装 比如说黎彩福 我把这一票投给绿东凯 谢谢老师 两位选手都带给大家很多的感动 也带来好听的歌曲 每一次你们走上舞台 我们都为你们情依所感染 从这一点来说 没有高地上下 但是现在需要 留一位选手进入下一轮 我更想把我这一票给李东凯 谢谢老师 恭喜李东凯进入年度12强 竹桃也还有机会 没关系 好吗 两位都可以放松一下了 好 接下来我们评委老师将进行 本场比赛的第三次挑选 来 照片再次给我们的评委老师来看一下 这一轮评委老师指定的 两位对真的选手是谁 请 在前面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都是爷们比赛比较多 今天那个女同志的比赛比较小 没有一个 女生比较小 我看这里边有两位实力级的唱将 有一个我见的比较多 就是我们的美女护士高亢嘹亮的 我们的珍珍 刘珍珍 好 吴老师选择是刘珍珍 对 我觉得给她PK的 你来找一个 也得搭一美女 是不是意思吧 那个 我印象最深是那个开水果摊 那个大溜 大溜 对 是吧 我觉得那小女孩形象也好 唱得也不错 让她俩PK一下 是不是能有点精彩 那就来吧 有请刘珍珍 杨大溜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燕台来养 来养是宏集医院的一名护士 我叫刘珍珍 我是来自山东早庄的一位姑娘 我的名字叫杨大溜 欢迎两位 这一轮姐俩碰上了 有什么想说的呀 哎呀 私底下最好的姐妹 真的 我们私底下特别特别亲 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一握手 稍微有点虚情假意 她 她这个 哎呀 第一声这个一挨呀 我就觉得俩人绝对的虚情假意 暗成不见呀 我们俩特别好 一块走一块出发 对 这开玩笑 因为他们有个组合 叫真六组合 真六 姐俩是真不错 碰上了 说说呗 我觉得我从大明星比赛到现在 我最想就是和我的好姐妹一块 然后因为什么她唱歌特别好 然后我就想强强联手 然后跟强者对抗的话呢 会提升自己 所以说我今天遇到你 我感觉我可开心了 大溜长得太漂亮了 好好唱好好努力 享受音乐 这是我们今天俩姐妹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你这有点底细不足呢 我都问一个问题啊 两位 你们发自肺腑的说 觉得你们俩谁漂亮 打溜了 这还用说 我漂亮 好好好 服气了 就这一点啊 真真就服了 服了 那行啊 那真真要不你先 让漂亮的先来 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都准备好嗓子唱了 好好好 好吧 那这是你们俩商量 剪得帮我锤吧 嗯 我先唱 人家姑娘不让 行行 真的你先休息吧 大略已经做好准备了是吧 给大家唱一首什么歌 呃 今天呢 选择了一首等待 好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真性情的姑娘给我们演唱 等待 我一首歌 挺好的 她们转到中间谢谢了 装音乐 他的歌 作词 赋 然后 你一走了 就没回来 从此我的爱变成了无奈 可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回来 这世上的孤独我需要去忍耐 等待 永久的等待 树叶绿了有花 你还没爱 等待 永久的等待 在这世界上 你是我的唯一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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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的等待 树叶绿了有花 你还没爱 等待 永久的等待 在这世界上 你是我的唯一 等待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六 申请点唱 听听评委点评 请 老师好 杨大六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咱俩见过面吗 见过一回 基本上没大见过 我老是听一些周围的评委啊或者我们工作人员说过 因为这个名太好记了 打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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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太奇怪了 所以唱得不错 我今天应该说是在我印象中我第一次听你唱大概是 然后我没想到超出我的预期 首先是在这样的重要的比赛当中 敢于选择这种难度的歌曲 这种想掌握住稳定性特别难的歌曲 我觉得你这种胆量就非常非常值得钦佩让人 瘦瘦的小姑娘这么大的声音的张力在舞台上 而且张力这么强的时候 她的音准还都这么准 然后整个的变化的时候情感非常澎湃 但是又很从容处理的这种控制力在舞台上 这么难的歌能唱成这样 现场唱成这样 非常非常不容易 不错 谢谢吴老师 谢谢吴老师 很高的评价啊 杨大六每次说她都是说从林姨来的姑娘 实际上她是林姨的媳妇 对对对 是早庄姑娘 对 但是呢一说你是林姨吧 哎呀咱们林姨出的网界的大明星 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些朋友 就特别的激动 我们又有一位老乡在大明星出名了 这个表现很不错 所以他们今天来给大六加油了 让我们请出一号文章大缝 有请三位 大家好 哈喽哈喽哈喽 姐 这么养起都哈喽了 亲爱的评委老师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第五季 我是大明星的 金大方 我是第五季的文章 我是第七季年度大明星绝火奖 我是李浩 大家好 欢迎三位 今天我们是来给我们大妹林姨 啊 媳妇啊 杨大六 加油的 加油的 呃 这个为什么说这这这么说呢 我觉得哈 我们林姨就是出大明星的地方 没错啊 以前因为他们在早庄 没没火啊 上我们林姨来参加大明星 滑了 滑了 好 好 唱一个 啊 是我第五季 我唱的第一首歌 三个好比青江水这首歌 怎么样 可以可以可以 好好好 来 阿梅 需 优优独播剧场 没有人 你们事真的没人 踢查 时 spoilers 是不是 拿着点绝活来 给老乡加加油 可以 可以啊 魔术吧 就是说 就是强项 就不面与表演 强项 你这样 我问问啊 我问个私底下问 是好朋友 不是咱们 对 必须是 好兄弟 对不对 是 魔术这个东西 这个其实 不用说太多的话 对不对 哪怕没有话筒 也可以演吧 对 跟你们商量个事 今天直播的时间 稍微有点紧 咱进一段广告 广告的时候 你们演行吗 好的 来大家 看着广告 我们这里边 有个小花宽 来看看 咱们表演的魔术 别走开 欢迎大家 继续回到 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有点 对不起 我这俩朋友的 演了个魔术 是广告期间演的 要不知大家 有没有看全了 下回有时间 让他们好好演一个 刚刚大六的表演 已经完成了 咱们请了 珍珍来 来 你上来评价一下 你觉得这个 好姐妹唱得如何 唱得我想打他 打他 这个实话实说 这我就比不了了 这个发挥的挺好 因为实话实说 大六属于这个 发挥型的选手 他拿着状态好了之后 你真是挡不住他 今天发挥的 的确不错 特别特别好 珍珍也感受到了 对 珍珍 那个这段时间比赛 是不是觉得特别累 对 休息可能也休息不好 对 我刚才就快站不住了 我就想赶紧唱完了 好家伙 老妹就先上了 上了之后 比不了了 因为白天 我们还有其他节目的录制 晚上还有直播 对于各位选手来讲 体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这两天晚上睡得也不好吧 今天晚上 你可能还睡不了一个好觉 因为今天的直播 已经到点了 闷你一晚上吧 明天再来听听 刘珍珍的演唱 明天直播再见 明天再来听听